朋友大家好 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題是我在分枕最常見被問到的問題 就是一些長期有慢性腹痛、腹脹的病人 那最常會問我的問題,那醫生我什麼食物不能吃這樣 那這是一位陳女性,她是36歲,她工作壓力大的上班局 就是這兩年來,一直常常感到腹痛、腹脹 而且就是發射頻率還蠻頻繁的,就是每週至少會一次 那排便之後會稍微比較緩解一點 那就是可能會伴隨排便次數的增加這樣 那因為這個不舒服,因為肚子痛、肚子脹不舒服 所以來分枕就醫,她做了抽血檢查 也做了腹部X關、超音波、胃鏡大腸鏡 這些檢查都沒有發現很明顯的異常 那這樣關係腹痛到底是怎麼了 那就是根據她的症狀,就是最後下的症狀是大腸急躁症 然後等一下就減身殘兆症 那殘兆症的處置方式,就是除了平常的飲食生活型態的改善 比如說早到適合自己的疏押的方式,或是適度的運動 那另外就是飲食療法也會對症狀有些改善 那就是2005年就是澳洲的國內大學 就是他們先發表出就是FORMAP這種 DFORMAP的飲食對於殘兆症的腸胃道不適 會有明顯的功效,可以改善這些症狀 那除了澳洲之外,之後陸續與 紐西蘭、英國、美國或是北歐都有非常多研究 然後證實就是DFORMAP的病值對於殘兆症的病人 這些肚子脹、肚子不舒服的症狀會有明顯的功效 那我們先講殘兆症的第一 殘兆症的第一,最常使用的是 就是羅馬肯端主折試量 主要就是在過去三個月內 每週至少會有一天會故障被發作 那配合底下三個禮面所連的條例 就是它的症狀跟排便會有關係 就是排便完之後,往往可以緩解 那另外就是排便的PG有改變 比如說排便次數增加或減少 另外就是排便的型態有改變 就是軟硬度大便的質量會有變化 但是就是說因為殘兆症它是靠症狀來診斷的 所以要診斷殘兆症之前必須先排除 就是一些氣質性方面的疾病 氣質方面的疾病,比如說殘兆症 比如說腫瘤、發炎性的疾病 或者是說一些感染性的疾病 所以如果有底下的一些症狀 就是不能簡單用殘兆症來解釋 必須再做進入檢查 去看有沒有其他的問題 包含這些症狀是50歲以後才發作 那有結血緣變或配音變附 那晚上會浮現 或是這個肚子痛是越來越嚴重 或是體重持續減輕 不明言語的不靈血 以及有大腸癌破壞殘兆疾病的疾病 有這些症狀就是不適合把它當作殘兆症 來處置而應該做更進一步的檢查和治療 那殘兆症的發生率 因為在開發中國家大概盛循力大概10-20%左右 台灣自己的研究大概多大30%左右 那剛才說的就是殘兆症可以的 對它有幫忙的第一 Foreman 引詞 這個Foreman 代表是什麼意思 Foreman 就是一個英文字母代表皮的意義 F是代表發酵性 O是寡糖 D是酸糖 M是單糖 以及就是P是多元素 它等一下會有一項一項細項的介紹 那 Foreman 就是一些 我們人體的產道不容易消化 不容易吸收的碳水化合物 那這些碳水化合物在 會被產道裡面的行菌發酵 然後就會產生一些腸氣 那 那個O就是寡糖 那寡糖以國聚糖跟半乳寡糖為主要 那 國聚糖的包含就是 小麥 黑麥 洋蔥 大蒜 草仙器 地質 那 半乳寡糖主要就是 豆類 以及一些堅果 那 D就是 脂乳糖為主 就是酸糖裡面的乳糖 那乳糖其實是常見在乳製品 比如說牛奶 啊 卵子乳酪啊 優格 那 M就是 單糖 單糖是以柚糖為主 那 柚糖比如說蜂蜜啊 蜜果啦 或是高糖 玉米糖之下 這些都比較高 後面糖面都比較高 那另外就是 最後是多元素 那多元素 那多元素又分三里糖素 跟甘露素 那 三里糖素主要是核果類 那核果類就包含就是櫻桃啊 桃子啊 椅子啊 或是梨椅這些 這些就是 核果類的 那另外 甘露素就包含花椰菜的 魔物 那 上述這些 FORMAP 高FORMAP 剛才講的都是高FORMAP 那高FORMAP的食物 為什麼會造成一些 殘道症病的呢 才會到不舒服的症狀 主要是因為這些FORMAP 就是 這些在我們的腸道不容易被消化 不容易被吸收的碳水化物 但這些碳水化物 比如說 乳糖 多元醇 薄糖 在小殘裡面 它就會讓水分被帶進 因為聖墨壓的關係 就會讓水分被帶到殘道裡面 那 另外就是 半乳寡糖 果巨糖 到大殘裡面 就會被大殘裡面的細菌發酵 發酵就會產生殘氣 所以這些 產生多餘的氣體 跟空氣 這些殘氣 就會讓殘體變得更脹 那 殘子被拉扯到 再加上殘兆症病人 他們的殘道可能 就是 感覺比較敏感 那就會 因為殘道被撐開 再加上 感覺比較敏感 就容易造成 不舒服 痛啊 症啊 這些症狀 那 如果剛才是以 format的每個英文資訊分類 那 這一張圖表 是根據 Mohesh- 他們網站上的 去把它翻譯成中 它會分成 紅燈的食物 紅燈的食物就是 高format食物 就是比較容易造成 藏味道不失症狀的食物 跟 低玉燈 低format食物 低format食物就是 吃了比較多的 藏味道不失症狀的食物 那如果 一下一下來分 就是我們簡單講一下 高format食物 蔬菜主要是 朝鮮擠蘆筍 花椰菜 大蒜 花椒 蘑菇洋蔥 那水果就是 剛才說的很多類 就是蘋果 櫻桃 芒果 桃子 梨子 西瓜 一些奶製品 比如說牛奶 冰淇淋 豆漿 加糖的麵乳優格 那蛋白質 就是大多數的肉類 主要是醃漬過的 一些 晴肉 海鮮 或是加工肉 那麵包 主要就是剛才說的 糖 小麥 切麵 蛋 餅乾 餅乾 另外就是 一些 糖 甜味 甜食 這些物質 比如說 高糖 高果糖 玉米糖漿 蜂蜜 五糖 甜食 跟 夭果 開心果 這些紅燈的食物 比較容易造成 殘造症病的 就是才會到一些 故障不同的症狀 那相對的就是 同一類的 女人的食物 吃了就 比較不會有 這些 肚子不舒服的症狀 這樣 那這個是 澳洲 摩麗 大學他們自己的研究 就是他們 針對殘造症的病人 他們自己去評分 殘造的症狀 殘造症狀 那分數從0到100 這樣 那他們在一般 就是他們 還沒開始進入 研究之前 他們平均對自己 殘造的症狀 殘造的症狀 分數是打36分 就是 分數越高就代表 越不舒服 那經過 就是分成兩組病人 一組是用 第一波妹的症 那另外一組 就是用 健康澳洲人 常見一般的症狀 分這兩組病 然後 為期二十幾天 那可以看到 就是 用一般 澳洲健康人的飲食 之後 他們對自己 殘造的不舒服的症狀 是44.9 那用第一波妹的飲食 就明顯 症狀改善了 只有22.8 這個專輸這樣 就是第一波妹的食物 可以改善整體 才會到的症狀 那之後 陸陸續續都有 各國 比如說剛才說的 英國 美國 北歐 紐西蘭這些國家 都發表很多 幾多研究 這些研究都證實 以後面的食物 對於 腸道熱病的 它可以改善它的 腹痛、腹脹 大便的型態 就是軟硬度 它的大便的次數 以及 電擊的型態 以及 腹痛的天數也可以下降 腸胃道的軌易度 可以增加 生活品質 可以變得更好 這樣 那美國的微腸道病學會 就是 美國主要腸胃科的學會 他們裡面有提到 就是說 針對 大腸脊躁症的病人 可以用 D4MAP的飲食 來改善他們的症狀 那 就是 臨床上 實際要怎麼去運用 D4MAP的飲食 然後我們會分三階段 這樣 第一階段 就是我們嚴格遵循 D4MAP的飲食 就是不要吃到高 FMAP的飲食 然後第二階段 是慢慢再引進 一些高FMAP的飲食 第三階段 就是建立屬於個人化的飲食 這樣 那細項大概就是 像這張圖這樣看的 就是你一開始就嚴格遵循 吃D4MAP的飲食 就是把這些紅色 剛才紅燈的 紅燈的飲食 全部都一換成綠燈的飲食 那 這一階段的重點 主要是在 我們改善飲食之後 那殘兆症的發作降機 改善殘兆症的症狀 那這一段 這一段 大概持續2到6週 那 持續2到6週之後 就進入到第二階段 那第二階段 就是 你 平常大部分飲食 還是D4MAP的飲食 但是就是 你一次挑戰一種 就是一次 增加飲進一種 高FMAP的飲食 那一切的時間 大概就是上天 反正就是 剛才說的 果茶 果茶 上一盤鼠 甘露 甘露 果茶 就是一次一聽一種 然後 維持三天 然後去檢測 針對自己 什麼食物 什麼高 高封閉的食物 會造成你 才會到不舒服 什麼高封閉的食物 你自己是 可以承受的 你胃裡面 才會到不舒服 那經過第二階段之後 我們就是 針對你 平常耐受性 良好的 就是吃了不會有症狀的 高封閉的飲食 平常的 可以繼續吃 那 針對會造成 你 有 有症狀的 高封閉的飲食 這些之後 就不要吃這些食物 那 你把自己 可以吃 什麼可以吃 什麼不能吃的飲食 清楚的 用清單列出來 那之後 你就按照自己的清單 持續長期 吃這種食物 可以大股價值 就是產生症 造成了 苦痛苦戰的症狀 那 散術的這個病人 然後就是 這神小姐 他用了低豐貝的飲食之後 搭配他生活型態的改善 就是 做一些運動 醫學院 醫學院 自己紓壓之後 他苦痛苦戰的症狀 會得到 明顯的改善 因為 不舒服的症狀改善 大股價值 甚至就是精神 這樣 那 剛才 風貝的名字 他其實是大列大列的 有些更細項的可能 還要再特別去尋找 那 剛才說的 萌生大學 他們自己有一個網站 那是 針對 風貝的去做介紹 那裡面的資訊 都滿多了 可以有興趣的 或是 想要更明確知道 怎麼使用 你風貝的名字 可以就是 三個網站 去看一下 相關的資訊 那 最後就是 幫大家總結一下 就是今天講的 風貝的飲食 是一種 我們腸道不容易消化 不容易吸收的 化物 那它包含了 果具糖 半路瓜糖 蘇糖 過糖 跟多元醋 那你風貝的飲食 可以改善 腸道症狀的變成 包糖 腹痛 腹脹 大便形態 大便頻率 變形的症狀 它會降低普通發作的天數 然後增加 腸道的環境度 更好 那 執行低風冥飲食 分三個階段 就是 第一階段 全部吃低風冥飲食 第二階段 就是 慢慢一次一個 慢慢進高風冥飲食 來檢測 適合吃什麼 高風冥飲食 第三階段 就是針對 會造成自己 有症狀的高風冥飲食 就不吃一樣 另外 必須提醒大家 就是 腸道症 它是一個 抬足性的診斷 就是你要確定 你沒有腫瘤 你沒有發炎性疾病 你沒有感染 才可以下塵症狀的診斷 所以就是 如果 你的腹痛是年齡 超過50歲才八座 有解血變 黑變 夜間腹腺 肚子痛越來越嚴重 體重減輕 體重減輕 大腸癌加速死 都 就是 都應該做去醫院 做更進一步的檢註 謝謝